大家好 我是陳老師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的是 世界上未來的一個趨勢 也就是區塊鏈以及貨幣的數位化 開始之前請各位無比按下訂閱以及關注小鈴鐺 這樣老師下次更新視頻 或是新的運勢解析 您才能夠獲得通知哦 說到比特幣以及數位人民幣的專題 我們就必須去理解這兩個東西的本來的精神 以及未來的趨勢 首先區塊鏈裡面的比特幣以太幣 或是狗狗幣等等的數位加密貨幣 現在是當紅炸子機 價格也是開始水漲船高 當時比特幣出來的時候 一枚才多少錢呢 一枚才0.1美元 當時老師還很年輕 本來想買來玩一玩 結果當時老師的客人電話一來就忘記了 不過老師也不後悔沒有買 因為如果給老師一個突然報復的人生 那麼可能就是一個很可悲的人生結局 至少對老師這種尿性的人來說是這樣子的 而就本質來說 區塊鏈的加密貨幣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它呢 老師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說 就像什麼 就像鑽石 為什麼老師用鑽石來舉例呢 因為鑽石的價格高昂 但同時鑽石也是不可回收的垃圾 為什麼說呢 因為鑽石基本上是他最早發現的時候 是由一些印度的王室的 他們用的狂冠裝飾之一 而到近代鑽石的原石 只能從亞馬遜森林裡面的河床 可以撿到用撿的 所以說他的數量十分稀少 所以勿以西為貴 當時就被法國的王室當成了寶石來對待 那個是什麼時候呢 那個是西元前322年的時候 後來就由財團去壟斷了整個鑽石的開採以及販售 用以保持鑽石的價格 根據統計 目前已知的鑽石如果都開採出來 那麼鑽石的價格跟普遍性 大概會跟大理石差不多的價格 就因為這些鑽石廠都被大財團給壟斷了 然後再用廣告告訴你 男人要求婚一定要奉上一顆跟石頭一樣大的鑽石 才代表你愛這個女人 為什麼呢 因為鑽石很久遠 其實不只鑽石很久遠 合費料也是 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概念 更直接的說什麼呢 這些數位貨幣幾乎可以說是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 因為炒作大家透過了媒體告訴你 這是一個趨勢 而且他絕對公平 沒有辦法造假 所以他最能夠保值 在媒體跟持有者的推波助欄之下 這個加密貨幣就開始有人趨之若霧 認為這個真的是趨勢 似乎只要把區塊鏈當成主軸 糞土都可以變成黃金了 但是這些其實說穿了 就像什麼 就像過去曾經炒作過的玉金香的花苞一樣 還有什麼 還有東從下炒 炒的時候那個價格跟黃金一樣 但是崩跌的時候 那也只是爛大街的東西 說實在一點的 還這些數位加密貨幣 還比不上玉金香跟東從下炒 因為這些區塊鏈的貨幣 本身都是虛擬出來的 他沒有所謂的常債能力 以至於現在出的所有狗狗幣等等的 都是收到吹捧 看誰是最後一個接盤俠而已 而區塊鏈貨幣 他最高的價值只是在於你無法複製 偽造 沒產生一個區塊鏈的貨幣 他就不會消失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因為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有一本帳 只要你持有這個貨幣 你就有一個帳本 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概念 就是沒有真正的發行者 人人都是中心化 我的帳本跟你的帳本是一模一樣的 哪一天我不用了 但是這個帳本還是在你的身上 這就是所謂的貨幣的天網化 也就是說區塊鏈的虛擬貨幣 只要還有一個人在用 那麼這一款其他所有的貨幣 必然都不會真正的消失 這就是區塊鏈的貨幣 跟一般遊戲中的元寶或是鑽石 對不對 最大不同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 它終究只是一個虛擬的貨幣 世界上真實貨幣的存在 無論是瑞典的克朗 美元、歐元、甚至人民幣或是新台幣 除了美元它是比較特殊 是靠政治力與武力去干預之外 其他國家的貨幣都是基於國力作為基底 也就是說所有的現金、鈔票或是銅板之類的貨幣 都是一個國家的信用狀 也就是說是一個國家的政府 他說我發出來的這張紙幣 就是我國力的單位 原來當單位 所以說無論如何 我們整個國家都會保證你發出去的這些貨幣 都是可以兌現的 是有價值的 那麼這個國力的單位也是收到其他國家的認可 所以就變成了世界的各國 他們可以國力的數位化單位 他就是所謂的貨幣 各位你要記得老師剛剛說的是數量化 而不是數位化 為什麼呢 因為貨幣既然是國家國力的單位化 所以每個國家能發行多少貨幣 都不是自己說了算 都必須公告全世界 這個國家收回了多少舊的貨幣 又發行多少新的貨幣 有多少流通在市面上 又有多少庫存在那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內 他都有一套非常縮密的 而且環環相扣的國家級帳目 在這個裡面運轉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 你想怎麼樣去搞自己的貨幣 就怎麼樣搞自己的貨幣 如果自己亂搞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那麼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得像星巴威幣一樣 這幾十億的面額 但是卻沒有任何世界銀行會承認這個貨幣 因為貨幣已經沒有辦法代表他國家的國力了 而美元呢 美元這次在美國的大型的貨幣寬充政策 也就是QE 從特朗普到拜登 根本好像是隨心所欲的去發錢去購債 難道美國印鈔票都是可以隨心所欲的嗎 其實也不是這樣 美國QE所發出去的錢不一定都在美國 有一部分會流通到外國去 所以並非全部的美元都撒在美國的境內 而美國發行的美元呢 是必須以債務的方式來做預知 也就是跟全世界去借錢 來發行美國國內以及流通到世界的美元 也就是說 美國每一次要說大撒幣的活動 意思就是怎麼樣 要國家去當接盤俠 去發行去購買美國發行的公債 來向世界各國去借款 或是跟銀行去借款 讓銀行或是保險公司這些財團 去購買這些美國的公債 然後美國再去分年償還這些借款 然後再用美國國內的索困案 或是基建所需要的美元 所以美元狂印鈔票 基本上他也不是隨心所欲 而是打算勒索其他國家或是世界的財團 那要來你拿來買美國的公債 美國的財政部統計顯示 從7月2006年的年底 在公眾持有的國債中 裡面44%是由外國投資者持有的 而這44%的外國投資者 裡面的66% 其實就是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日本的日本銀行 以及中國的中國人民銀行 去買單美國的公債 也就是說 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中 40%來自於日本跟中國大陸 而且這個數字截至2019年為止 日本是最大的債權國 第二個當然就是中國 也就是說 美國最喜歡的就是針對亞洲國家 大街罵人小巷借錢 說到底還真的有點像路邊的小混混 而另外一方面 美國因為他的政治以及軍事 以及科技的力量非常的強大 所以大家不太擔心說 美國你的公債會違約 所以基本上也屬於比較穩定的投資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老師說過 美國絕對不會為了任何人 任何國家 任何地區 去跟中國或是俄羅斯去開戰 因為打起來的話 假使都不動用核武來做相互毀滅的戰爭 那麼基本上最多只能打成平手 而且遠道而行到亞洲來打仗 美國吃敗仗的機會是非常高的 那麼一旦吃了敗仗 軍事上的優勢消失 那麼美債跟美元的償還能力 就會受到全世界銀行的懷疑 那麼美元就容易陷入了風暴 美國經濟也會整體的垮台 所以無論如何 美國都不會讓自己陷入了跟大國作戰的危機 盡量都是用外交的方法 來跟中國以及跟俄羅斯來抗衡 所以美元的穩定 以及美元偽超的數量 一直是美國聯準會的兩大痛點 美國聯準會就像美國政府的帳房先生 但是這個帳房先生 卻不是美國政府體制內的單位 而是像外包的帳房先生 就像什麼 就像公司跟企業委外的會計師事務所一樣 他不歸公司管 但是卻管了公司的帳 這樣各位有沒有了解一點 而講了這麼多 這跟今天的主題數位人民幣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就是在於一般的貨幣發行出去以後 是難以追蹤的 至少美元是這樣 而人民幣過去也是受到偽超跟追蹤不易 導致逃漏稅以及貪污非常的盛行 當然現在貪污還是一樣的嚴重 只是換個方法而已 而且要來作賬 你要貪的話 你要得作賬 避免黨中央現在有監管機關來查賬的時候 你的資產跟你的收入明顯不符合 結果只有一種叫做超家 而偽超為什麼不是中國的痛點 因為中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從十幾年開始 就從人民幣現鈔改為用銀聯卡來消費 再從銀聯卡轉到了支付寶 再從支付寶衍生出來的騰訊的財富通 以及後來的微信錢包 百姓使用現鈔的機會少了 那麼偽超的流通就成為了障礙 因為無論如何錢都必須存回銀行 然後再從銀行充值到支付寶以及微信 那麼微信跟支付寶裡面的餘額的錢 就是真正的人民幣 百姓再用這些工具去支付 來支付日常所有的所需要購買的東西 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 大幅度的杜絕了中國的人民幣 他有偽超的問題 那基本上貨幣金融的穩定度就會很高了 當然如果是這樣那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人民幣到現在還是有現金交易 這些現鈔都是難以追蹤的貨幣 不像微信跟支付寶 你的所有交易紀錄都是不可逆的 也幾乎是不會出錯的 就是出錯 那也是騰訊跟阿里巴巴要去扛這個帳 所以基本上大概率的都是不會出錯 也不會有什麼虛假的貨幣去產生 但是誰是誰的錢 這個就很難追蹤了 隨時就會產生了資金的斷點 也就是提領到了銀行 然後百姓把它提領出來變成現鈔之後 他就難以追蹤了 那麼中國的稅務就不能夠一定的去怎麼樣 收到應該收的稅 例如什麼 例如工程款裡面的回扣 交易是在銀行 但是回扣他又現鈔 這樣的貨幣流動就造就了稅務 以及貪污的最大的缺口 就像什麼呢 就像以前在明清兩朝的琉璃場 那些官員要貪污 他不能直接收銀量 他必須去琉璃場去換成錢 別人送給他一些裝飾品 文人相鎮 送你一個字畫什麼東西的 然後再從官員的家裡 把這些東西拿去賣給琉璃場 琉璃場再給他一個高價 其實根本就是自己的黑錢洗錢的方式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數位人民幣就成為了重要的發展重點 而所謂的數位人民幣 我就是可以什麼樣 可以用離線的一張實體的卡片 也可以結合的手機支付 這有點像什麼呢 說白了 他有點像我們台灣的一個悠遊卡 或是一卡通 但是現在的手機支付 跟這些數位人民幣最大的差別是 你不一定要上網 像我們現在用的支付寶或者微信 你必須要上網之後才能夠使用這些余額 但是你用數位人民幣 它是可以直接在線下以離線的方式 來進行資金的交易 那麼所有資金的流動都可以一目鳥然 誰從誰那裡收到了什麼錢 這個錢又從這裡流向到了那裡 所有資金的流動成為了有中心化 也就是政府以及他們的控管還有發行 但卻同時有了區塊鏈的特徵 是什麼 是無法篡改也變更的資金流動紀錄 所以數位人民幣就是未來國際貨幣的趨勢 那麼未來在百姓身上只有數位人民幣的時候 而你手上沒有真正的現鈔 任何貪官污吏 將會難以常理貪污的現金 只能把它變成有價的物品 就像剛剛提到的 把它變成黃金白銀 或是其他實體的替代品 而更重要的是 是企業無論如何的作帳 演藝界的什麼陰陽合約 或是工程的回扣 或是地下交易 只要你用的是人民幣 你要變現都會即時的完全曝光 給中央政府知道 那麼打擊貪官污吏是其次 掌握國內大部分人口的稅收就是最大的好處 而數位人民幣就是正式的貨幣 它是真正具有常債的能力 不是靠你電腦去挖礦就可以無中生有的 而是你必須真正的行使的勞務 才會有的對價收入來做交易 所以數位人民幣不會像區塊鏈貨幣一樣 有一天他可能因為量子電腦 或是因為其他狀況出現 突然崩盤 變成一文不值 而是一個真實的虛擬貨幣 而未來世界的金融也必然會走向這個道路 歐美可能比較慢一點 但是也不是全部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歐洲的瑞典 他就往這條路去邁進 目前瑞典有1600家商業銀行中 以及有900多家不提供你現金的服務 農村地區不再保留自動取管機 也就所謂的ATM 商業跟企業可以拒收 你用現金來做交易 而且這個是已經合法化的 在2016年的時候 根據調查瑞典的現金交易 僅在他所有的支付交易中的20% 他是遠低於全世界大部分我們的消費習慣 是75%都是用現金 而現金交易的金額其實也更低了 他在2015年 在整體瑞典的交易裡面只有2% 因為2020年的賬還沒有出來 但是2020年的預估大概他只有降到0.5% 都是用數位去交易的 而不是用現鈔 而中國部分保守估計 中國必然會在10年之內8成以上的百姓 都會改用數位人民幣 屆時中國的金融將會牢不可破 世界各國將難以去操作或是攻擊中國的人民幣 因為無論你怎麼樣的攻擊 都必須進入了中國的金融 用七算金字轉化成數位人民幣 那麼過去的外匯攻擊就會變得無適可思 當然我們也知道 自古都是道高於齒磨高於仗 會不會有擊破這個數位貨幣存在的方式 當然還是可能會有 但是沒有現在那麼簡單而已 而世界上最多黑錢的國家是哪個國家呢 當然就是美國了 也將會是因為他現在是 的世界貨幣 而且在台高足的狀況 他想進入數位化 那就是難上加難了 因爲什麽 因爲一旦美元數位化 代表所有的交易都必須變成台面化 這個對美國是極端不利的方向 所以最終 美國無法數位化 與中國的必然成為數位化的貨幣機制 就是我們會看到的 那麼世界金融大的 非常大的一個變化跟變局 就是我們可以見證這個歷史 而這對於美國本身的稅收能力 因為你沒有把它變成數位化 所以到最後你能夠升到的稅 還是別人逃漏稅之後 一些窮苦百姓的稅 而你沒辦法真的去取得了 譬如說一些地下交易 他們所得到的這些黑帳或者是稅收 這對美國是一個非常不利的狀態 那麼這個以上就是我們針對區塊鏈 以及數位人民幣的一個概略性的解說 老師是一個武術老師 不是一個金融專家 所以說從老師這裡 沒辦法說出什麼深奧的金融學問 所以說老師只能用最簡單的舉例 來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關於區塊鏈 以及數位人民幣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些節目 請歡迎各位訂閱 按讚分享以及評論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老師 我們下次見